中观堂 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听到上师的分享 了解到护膜火供 真的是非常的殊胜 我们今天看到了 护膜火供的一些供品 在现场做了一个呈现 不过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在一开始看到这些供品的时候 会有个疑问 因为火供是透过火 来做一个媒介 来做这个广大供养 所以这些供品呢 基本上是全数入到了火当中 护膜火当中 上师我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可能有些人 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些食物 其实基本上也是很珍贵 是可以吃的 那这样入到火里面 会不会有一点浪费 很多人呢 当看到外相的时候 他会觉得 为什么这么多可以吃的供品呢 要投入到这个护膜火里面 那么的确跟我们一般的供养不一样啊 我们一般到庙里面拜拜啊 我们拿出去的供品 我们还可以收回来 那么在护膜的供品里面呢 就是直接从火天 从熊熊燃烧的护膜火里面 把我们所供养的供品 完全供养给诸佛菩萨诸天的 那么在于世俗的肉眼来讲 觉得这些食物呢 是有点可惜 但是呢在未来 我一一的为大家介绍了 这个我们护膜火供里面的供品 它所代表的意义 跟我们啊 在献这个护膜的供品 进入护膜炉 在供养的时候 每一样特殊的祈愿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明白 原来呢 所有佛菩萨诸天呢 是那么那么的慈悲 它虽然射受我们这么微小的 一点点的供养 但是呢 它却给我们转化 很不可思议的福分 跟转化我们的障碍 所以护膜呢 这个供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呢 每一样的护膜供品呢 的确有它非常非常殊胜的意义 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会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 护膜供品的意义 所以不只是供品很重要 而且其实供品有指定 它一定的意涵 什么一定要放 对的 所以这个一般人如果不了解的话 就会有误解 那如果能够听到这个上师的分享 能够了解它里面的药益 它里面的心药口诀之后 就可以知道的比较深刻 就不会有一些误解了 对的 谢谢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一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分享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博奖六祖谈经 阿弥陀佛